公商物業和住宅的案件有什麼分別呢? 另外,案件成數又有什麼不同呢? 甚至乎有些客人聽說 買公商物業可以借多於四成 嗨,你好,我是中原公商部,Win 新鄉 大家好,今天想跟大家說說 公商和住宅物業的案件分別 首先,我想說案件有哪三樣東西呢? 案件首先就是年期、利率和乘數 住宅和公商的案件有什麼分別呢? 住宅的案件年期一般較長 最長是30年,由年齡80減 減物業的扭令,而公商物業最長是20年 一般來說,新樓可以做20年 而二手的公商物業最多都是10年左右 而大家都有一個佛式期 一般都是兩年左右 視乎個別銀行的 另外,現金回贈是住宅方面才能提供 其實住宅和公商是有少許分別的 住宅來說,一般是看銀碼 如果500萬至700萬,一般會用這個hyper形式 就是加1.24L,上限2.5L 如果用優惠利率來說,優惠率是P-2.9L 那樣貌是2.35L 另外,現金回贈是1.5L 視乎國幣銀行移定 而公商物業一般都不會有現金回贈 按揭利率,舉例是100萬 按揭利率的形式是hyper加1.75L 另外,優惠利率是P-2.75L 當然,其實利率的高低 最後都是取決於銀審視客人的背景 先說住宅 在2019年,施政報告出了之後 辣椒相對變成減辣 為什麼呢?因為以往 如果買一個800萬的物業 你首期可能要拿3.25L 但今天,相同銀碼800萬 你只要拿80萬就開上車了 即是由按揭借6成變成9成 在工商方面是怎樣呢? 工商其實沒有銀碼上限 不論大小也好,都是借4成的 甚至乎有些買家有其他物業在按揭 可能乘數更低,可能由4成會跌到3成 日文公商物業有機會借多於4成嗎? 其實答案是有的 但是,只是用銀碼上的公司賣家和老闆 而銀碼上的公司最高是8成的 頭四成就用一個正常按揭 就是Hyper加1.24的Ray 另外那四成會透過銀碼 叫做Revoking Loan的形式去借 而它的Ray是2.75L 或者是一些心得 有些賣家想購買物業的時候 很多時候是首期不足夠的 因為工商物業最多借4成 那六成方面的資金比較緊張 就會透過銀碼短期的Loan 譬如它賣了一個物業,錢還未回到 或者是之後才會收到 銀碼就會借一個短期的Loan 但位置相對低一點 就會解決到它的案件的成數不足 另一個方法就是 它有其他物業的話 可以加按 將乘數撥到想賣的物業的乘數 相對來說 就不用六成那麼多錢 就會容易上到車